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州工党政府将设立委员会消除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 新州工党领袖Chris Smith证实 新州工党政府将成立一支州长预防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委员会 应对新州信仰文化和语言多元社区日益凸显的安全问题 全澳大概有160亿退休金目前无人认领 澳洲税务局数据统计显示全澳无人认领的退休金储蓄多达160亿澳币 澳洲税务局敦促澳洲人自查自己名下的退休金账户 澳洲最大的运输巨头宣户破产 各大超市供应链受到影响 澳洲最大的卡车运输公司之一Skal RL 目前已进入破产管理程序 1500个工作岗位和超市供应链都将受到影响 西泰银行预测2024和2025年将会有7次降息 西泰银行本周一发布周报显示 预计2024年和2025年将降息7次 此外明年年初之前利率将维持现有高度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 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 210-120231-220231-220231-2203 af tolerance